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每年年底我都會做一集 就是我們講到今年的年度字 能夠ENCAPSULATE今年的 這一年的風風雨雨的字 那不同的字典有不同年度字 第一個我們看到是Dictionary.com 那他選出來的字是Allyship Ally這個字是盟友的意思 那他的另外一個名詞是Alliance 所以Ally可以當動詞吧應該 所以另外一個字叫做Alliance 就是同盟的這個名詞 那盟友是Ally 那在二戰的時候我們知道分成什麼 同盟國跟軸心國 所以那個就是Axis and Allies 所以Axis就真的是軸心的意思 那這邊的Ally還會變成複數的 所以這個是同盟國跟軸心國 事實上這個桌遊 我有可是每玩一場都要超過大概八個十個小時以上 才能夠決出勝負 所以我找不到人可以玩 要是有興趣的話 我們或許可以揪一團 我們約在某個地方我們來玩一下這個 你需要清出一整天的Schedule 才能夠把它玩完 可是我很有興趣 有興趣想玩的人的話 下面留個言我們來組一團好了 這大概有可以有個五六七八個人一起玩 因為你可以大家兩個人同樣一組 然後我們一起來控制德國 然後扮演希特勒來重演一次二戰的情節 看你能不能夠吃下歐洲 或者是甚至把蘇聯打下來 那你如果是美國 你看能不能趕快趕來參戰之類的 Anyway 所以Ally是同盟 那他選出這個字為什麼呢 他為什麼可以代表今年的風風雨雨呢 往下看一下 我們討厭這個廣告很大一坑 好在這裡 Allyship 它是一個名詞 讀一下給你聽 The status or role of a person who advocates and actively works for the inclusion of a marginalized or politicized group in all areas of society not as a member of that group but in solidarity with its struggle and point of view and under its leadership 好寫得其實非常的清楚 但我開始注意到 我的觀眾群有的英文程度真的還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很怕 他們很快就去幹事太難了 然後就跳走了 所以我們好好的把這個再講一下下 Status or role of a person 所以一個人的 的什麼呢 的這個Status狀態 Status 那這個role是角色 所以一個人的狀態或角色 那這個人幹嘛呢 這個人他是主張或擁護者 Advocate這個字就是去擁護一個東西 支持一個東西 以及他很主動的很actively 的work for什麼東西 就努力去促進一個什麼東西 Works for what? The inclusion of a marginalized or politicized group Marginalized這個字我們其實常看到 就被邊緣化的 所以一個人他很努力的去 inclusion就是包含 去包含包括這個邊緣化團體 或者被政治化的團體 OK在所有社會的area 就不同的層面上 好我們再把剛剛這個 再rephrase一次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人 那我的狀態是在努力的去支持 支持什麼東西呢 支持這些團體的被包含在社會中 OK所以inclusion再講一次包含 這個marginalized 剛剛說的邊緣化 或者被政治化的團體 有沒有一些例子 你腦袋可以想得到 例如說就我們講的那種性別的團體 LGBTQIA 或者是殘障人士 或者這些的 所以他們是社會上的比較邊緣 比較少數 所以要是我是支持著 要把他們包含在社會裡的 我是這樣的人的話 所以我的狀態 這就是我的allieship OK 所以包含他們在我們社會的每個層面 但是我是不是他的成員之一呢 所以他逗點後說了 Not as a member of that group 所以我自己可能並不是這個marginalized group裡面的一員 也不是這個politicized group裡面的一員 但是我是很願意跟他合作的 in solidarity solidarity就是大家結合成一塊 像我還記得我們台灣有個黨叫台聯黨 台聯黨裡面的那個英文名字就有solidarity這個字 我記得他就叫什麼 台灣solidarity union 還是什麼鬼的 好啦anyway 所以solidarity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不是他的成員 可是我是在solidarity的狀態 跟誰呢 跟他的struggle 跟他的point of view 所以他的掙扎 我跟他感同身手 站同一邊 OK我們站在一起 以及他的觀點point of view 而且我是願意聽他的領導的 under他的leadership 所以要是我非常支持LGBTQI 這樣子如果說我支持同性婚姻好了 雖然說我不是同性戀 可是我非常支持同性婚姻 那如果說他們明天要上街 然後去advocate這件事情 來一個rally rally這個字我們之前還蠻常講的 所以如果說他們要來一個rally 來這個同性戀大遊行 然後支持他們這個同性婚姻的話 那我要不要去 我願意去 因為他的leadership 我會跟從他 這樣子 那我也支持他的觀點 我也去 i'm sympathetic to their struggle with their struggle 所以我就是 這就是我的allyship 所以我跟他是同盟 但是我不是他的一份子 好 所以這是他dictionary.com 我們選擇出來的這個年度子 聽起來有沒有很生硬 好如果是的話 有點道歉 但是 但我覺得反正就 學英文了 我有時候是一個容易認真的 所以這個字我覺得是 相當左派的一個字 我大概可以這樣子說 那可是有時候這會歪掉 像你知道 像那個me too movement 正在 正在這個崛起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明星叫Ben Affleck 就那個班艾佛列克 就是現在還在演蝙蝠俠那一個 他就跳出來說 我們支持女生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很不幸的是 他就爆料說 你在幾年前曾經抓人家胸部 那他就閉嘴了 所以他其實很想加入這個 成為他們的這個allyship 他想要join這個allyship 結果還沒想到被人家打臉 所以 我也不知道 有的時候 你可能自己要夠乾淨 才能去出生吧 可是難道他曾經有過這個 他不能 就可能有一點點黑歷史 然後他可能經過反省或幹嘛的 然後現在再跳出來 然後加入他們的這個allyship 然後就真的應該被踢出來嗎 我也不知道 好啦這個或許扯遠了 所以這個第一個 這個dictionary.com的年度字 這可能都還不是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可是我不知道已經講很久了 來我們看下去 下一個我們看這個是 我個人蠻喜歡的字典 就Oxford language Oxford dictionary 牛津字典 所以他的word of the year 是vax 那這個就 絲毫不出席 反正就是疫苗 好 那 那這個字下面有一些 組合起來的一些 這個 算是該怎麼說呢 就是collocation 搭配詞 所以好比說 所以他有一些很不同的一些context 一些脈絡 像vax sites 就是這個 注疫苗的點這樣子 醫院啊 診所啊 之類的 那vax cards 就像我們也有疫苗卡 黃色那一張 或者getting vax 就是得到疫苗 注射 getting vax 那還被動的 那x還要重複指揮 那然後been fully vax 就是你疫苗打好打滿 been fully max I've vaxed 所以我打了兩劑 所以I guess I'm considered fully vaxed 可是說不定再過幾個月 他的definition又不一樣 你跟他打滿三期 才叫做Fully vaxed 好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說的 就沒有任何一個字 能夠更捕捉到今年的這個 氣氛了 No better word No word that is better that captures the atmosphere of the past year than vax 所以沒有比這個字 還更捕捉到去年的氛圍了這樣 講去年OK啦 因為反正真的快過了 雖然是我現在錄的字 今天還是2021 好 所以這個是Oxford Dictionary 那下一個 我們看這個是 Marian Repster 就我也蠻愛這個字典 韋式字典 那他除了給我們 今年的年度字之外 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他給了我們 相當多的遺珠之憾 所以有很多的Runner Up 所以他的年度字也是Vaccine 就跟剛剛的Vax一樣 That's cool 然後我們來多看一個 他的這些遺珠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所以下面是第一個 他還把它用一個 Chronological Order 就是用一個時間的順序 來把它排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這些 我加一個這個字 Chronology 或者Chronological 就是照時間順序的 就是照時間順序的 順序 來排一下給你看 所以這個是他的 這個 第一個 1月10號的時候 你知道美國發生一個 類似暴動 衝那個國會山莊 因為Donald Trump選輸了 對不對 那支持者衝國會山莊 暴動 所以這邊 出現一個字叫做 Insurrection 那他在這個描述裡面 他有講到說 Insurrection這個字 大概並不是大家 一定會選用的字 因為 對不起 他有另外一個叫做Riot 我應該先說 這個Riot真的是暴動 那在他們的這個 仔細考量下 他們選擇比較不用Riot這個字 他們比較選擇用的這個字 就是Insurrection 所以就能看到這個 異珠之汗 那這兩字有什麼差 我Riot就暴動 Insurrection大概另外一個翻譯 是起義 起義 聽起來好像比暴動好聽一點點 後續吧 那另外兩字 所以這邊其實好幾個字 都可以順便一起記 所以Uprising 也可以翻譯成暴動起義的意思 這個字比較Mix一點點 那Revolt也是 Revolt就感覺是推翻政府 那跟起義好像也蠻相像的 所以這三個字 可以一起做介紹 OK 那下面這幾個 還有像Rebellion跟Insurgency 這個就是叛亂 OK叛亂 Rebel這個字 Rebellion 真的就是反叛 所以像青春期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Rebellious period 所以這三個字比較接近 但Riot這個字真的有暴動 OK 好所以這幾個字 一起記 Insurrection Uprising Revolt Riot Rebellion Insurgency 所以有時候你像 例如說什麼 中東一些國家 然後它有一個反叛軍有沒有 那個有時候就會出現 Insurgent Army 這樣的字 所以反叛的陸軍之類的 好 所以這個是1月年初的時候的 然後再往下看 下一個這個字叫做Perseverance 它的意思其實是毅力之類的 那這2月多的時候 你看看這個照片你想到什麼 總之就是這個好 是不是就叫做毅力號還是什麼號 總之這NASA送到火星上去做勘探的一個機器人 一個飛船 小小的一個Rover這樣 好像它名字可以叫做是 所以在2月的時候 他們覺得這個字還蠻重要 所以最常被查找的字大概是這一個 可是也就這樣了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看 3月多的時候這個字變成是很重要 這個字叫Walk Walk這個字其實很好記 因為在中文裡面也已經很常出現了 覺醒 所以覺清 覺醒青年 Walk這樣 英文大概比較不見得一定要講說青年 總之你Walk 反正Walk是一個形容詞 你可能想說這不是Wake的過去式嗎 可以 但它也是形容詞 所以你說這個人非常的Walk I am very Walk 我非常知道像LGBTQIA這些的 他們的掙扎他們的什麼 或者說一些像 墮胎不墮胎的一些議題裡面 該有討論的東西或什麼的 所以就是你是很Walk這樣 好 下一個再往下看 我今天講會不會非常無聊 有時候我都會 但是講一講跳脫出來想一想 我剛剛這幾分鐘大概流失了多少觀眾 好啦 我真的也不是追求大量觀眾這件事情 我希望可以有 因為我真的希望 我這樣的教學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當然可能有人會說 你不是也賺廣告費 賺個小廣告費 你知道我一個月可以收多少錢嗎 我好像之前分享過 就大概20多塊美金 我為了這20塊美金 每個禮拜花幾小時弄著給你看 沒有必要 你可能會想 那你以後說不定紅了可以賺很多錢 我們這樣假設好了 我如果10年都還沒有紅 然後我的追蹤數永遠是這100多 我會不會繼續抓去 還是會 因為我就是爽 我覺得最近 王力宏的新聞之後 上個禮拜 我真的有感覺到下面 就多了一些新觀眾 然後下面會留言給我 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成就感來源 那我真的覺得這就是 我這輩子剩下的時間 很想要做好的事情 就做一個東西 然後人家 也不是說貪求這個感謝 可是這個感謝是一個 不能用金錢衡量的回饋 而這是我很開心可以得到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願意下面留個言給我 讓我回應一下 我會很開心 這是我支持我繼續抓去的動力 所以即便我的人 這個訂閱人數 或者觀看人數一直沒有增加 我覺得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好像我還蠻常提到 不要一直講 Pie yourself on the back 這種內容好了 好 下一個四月發生的這個字 叫Nomad 我還記得我也做過這一集 這個是一個華人女導演 拍出來的這個影片 那在中國大陸還被禁 因為他好像並不是非常支持 中國的一些對他的對待 還是什麼的 那Nomad就是遊牧民主 所以他拍這個影片 得到奧斯卡的最佳影片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那很可惜 可是你或許真的也沒有 太關注這件事情 因為今年的奧斯卡 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沒有辦得很盛大 好所以總之 Nomad這個字 Nomad 這邊是遊牧民主 OK 所以這個字 在那段時間 搜尋度還蠻有的 Alright 然後接下來看 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它比較夯的這個字 叫做infrastructure OK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拜登總統 他宣布了有一個 2.3兆的一個計畫 要來好好的去增加 或者說修補 美國的infrastructure 講了半天 到底什麼是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高速公路 路燈 道路 等一些維修 社區的進步 這些的 所以這叫做基 基礎建設 OK基礎建設 好然後時間再往下看 到六月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那段時間 就有一個特殊種類的蠶 不知道幾年幾年 會突然間蹦出來一次 所以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對這件事情 狂熱了一下下 所以這個叫Skeda 也就是蠶 就是那個 夏天一直叫的那個蠶 很吵的那個 Skeda 好所以六月 然後再往下看 這個字大概就不介紹了 七月的時候有這麼一個 這個拼字大賽 那最後的題目是這個字 Marea 那它是一種植物 所以這個大概不太需要提 贏的是一個黑人女性 小朋友 不是女性 所以 那個拼字大賽 也順便知道一下下 它叫做Spelling Bee Spelling Bee Contest 所以你看這個 National Spelling Bee 不知道為什麼加一個蜜蜂在後面 小朋友可愛的蜜蜂一樣 好所以這個 也寫一下給你看 Spelling Bee Contest 就是拼字大賽 請你Spell Understand Under 平止大賽 剛剛那個Skeda是蠶 也再補充一下下 這個蠶 OK 好再往下看 八月的時候這個字 變成很好的字 Cisgender 什麼叫Cisgender 我以前解釋過 我現在可以再稍微說一下下 因為可能有一些新觀眾 複習一下也好 我們講說這個Cis 開頭 Gender這個字你應該認識 叫性別 前面加Cis到底在幹什麼 它的概念叫做順性別 也就是像例如說我好了 我就是一個Cisgender male Cis male 所以我是一個順性別的男性 那你這樣講說到底什麼意思 你說你自己Straight不就好了嗎 你說你是個直男不就夠了嗎 不是這樣子說的 不是這樣說的 如果今天我生理上是個女生 可是我心裡住了一個男生 所以我自己的 我的Sexual identification是男性 雖然說biologically 生理上是女性 所以我會希望你把我當成男生來看待 因為我裡面住了一個男生 那我生理是女生 然後我這個男生 喜歡的是女生 我心裡面這個男生 是一個異性戀 喜歡的是女生的話 那我就是Straight 因為在我心裡我是個直男 雖然我的外表看起來是個女生 可是在我心裡我是個直男 因為我心裡面那個男生 喜歡的是女生 所以我如果在路上牽著一個女生走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可能從外表來看 會以為我們是一對雷絲編的 雷絲編的女女朋友 可是不是 在我心裡我們是正常的一對男女朋友 因為我心裡是男生 但我外表是女生 好這樣解釋夠清楚了吧 所以我如果今天我說我是個直男 還不夠 因為有可能剛剛這樣的狀況 你會以為我是直男 我生理也是男 可是我生理不是男 所以這個就是 就比較左派的這種 性別的尊重 他們就會覺得 那我們要把他講得更清楚一點點 所以什麼叫做Cis Male 我現在是個Cis Male 我生理上是男生 我心裡也是正好就搭配我的生理 也是男生 然後我又正好喜歡的是異性 所以這三個條件搭配在一起 就是Cis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順的意思 OK 因為有順從大自然給你的一個順法 我不想說這叫做正常 可是這就是大自然給的 正好是社會上的比較多數的 所以我們叫這個叫做Cis Gender 那要是我其中一個像生理上 心裡的identification上 以及我喜歡的這個上 有不同的話 那三個中間真的缺一不可 就缺了其中一個 我就不是Cis了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我也不得不提一下反對方的說法 他們會覺得世界上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的話 你幹嘛強調是Cis 你直接說你是male不就好了嗎 你說你是straight male不就好了嗎 因為你就是大部分的majority了 對不對 可是我們講到像自己的allyship 我自己還蠻喜歡自己的這種allyship 就是我覺得少數人的團體 我們都應該尊重並且希望可以讓他們納入社會裡面 So I support, I advocate the inclusion of these marginalized or politicized groups 就是inclusion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不僅進入mainstream 但總之進入many areas of society 所以我是advocate這件事情的 那因此我覺得他們如果想要label社會上的大部分的人 就貼了一個標籤 那我會覺得那你就貼吧 沒關係 OK Label me as you want I'm OK with it 好 所以這個就是cisgender 希望有聽到 然後9月的時候 Guardian這個字 它就有守衛者或之類的 那你看這邊有個好像棒球 的確就棒球 靠北 所以這個是克里夫蘭的那個棒球隊 他們以前叫做Indians 就印第安人 那印第安人這個字現在已經不OK了 OK聽起來是個比較貶義的字 所以他們就把Indians換掉 那經過了這好幾千個名字 他們去思考 好幾千個名字 到最後想出了一個很平凡普通的一個字 就是Guardian 那爽了就好 所以這一隊就改名成了Guardians 就這樣子 然後等到10月差不多就年底了 他這邊寫的正好是10月10號Meta 也就是我們所謂那個元宇宙 所以像Meta其實有很多的 就一個東西內裡的一個翻來翻去的一些變化 叫Meta 我記得我以前有講過這個字 但我們今天不要再浪費太多時間再講它一次 所以這就是像臉書已經改成了Meta 你應該是知道的 好 那就到這樣子 那甚至過去的一年兩年三年之類的 都還有其他字 那我們就不看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大概今天整理到這裡 還OK 那我沒辦法小小複習一下下 我其實覺得時間有點不太夠 But that's OK Let's give it a try 所以這兩個字剛剛他沒看到 大概無所謂 因為他剛剛在描述裡面 我特別沒有走 我沒有特別去走他剛剛的那些描述 所以我們沒看到就算了 一個叫詞典學 Lexicography 那另外叫做Corpus 這個字要是你對語言比較有興趣 你會去對這個字有點熟悉 那你找一個字在這個我們現在社會中出現的次數 那頻率 然後跟過去幾年 它的一個坡度的一個不同的那個小長 那個概念叫做Corpus 所以很多你想要知道這個字到底有沒有廣違被社會接受 你會去Corpus裡面找 好這個就先不扯了 來 所以我們剛剛今天我們複習一下 像今天看到的一些被各個網站或字典選出來的年度字 Vax 疫苗 Vaccine同一個概念 Allyship Allyship 盟友 所以Allyship就是另外一個名詞的變化 它這個新字說真的 好像從剛剛的dictionary.com來看 它似乎今年才把它induct進去這個字典 好所以Allyship 所以盟友 Axis and allies 我剛剛說是那個當年的同盟國 同盟國跟軸心國 盟這個字一直講錯 中文很爛 好所以Axis and allies 軸心跟同盟 Alright Rally是我們講過 像例如說是示威遊行之類的叫Rally 所以今天要是有一個Rally的話 然後你去參加它 你會去support它的cause 然後你就遵從它的Leadership 所以你就是Allyship的一部分 好然後剛剛另外一個網站 是那個維斯字典 它把今年的年度字 用這個時間順序排下來 所以Chronology就是時間順序 Chronological 形容詞 那這邊一大堆全部都是跟 叛變啦 叛變怪怪的 反抗軍啦 起義啦 暴動啦 叛亂啦 類似相關的詞 我大概也不太建議你直接 你去特別記它的不同點 你先把這些字都給記起來 然後慢慢的再去體會它在不同的地方使用 選擇用哪一個字的一些小分別 裡面大概完全沒有什麼正面意思的就是Riot 起義你都可以可能屍出有名 OK可能都屍出有名 Riot就是故意來給你搗亂這樣子 OK就是暴動 好所以念一下給你聽 Insurrection Uprising Revolt Riot Rebellion Insurgency 好可以 然後Perseverance還記得嗎 剛剛那個太空船去火星上探索的 所以它的意思其實是毅力 OK另外一個我的朋友告訴我 我應該多把中文字打下去 好可以啦Perseverance 另外一件事情 就另外一個網友回應說 我應該可以的話把速度念慢 先正常一遍然後可能念慢大家比較好聽 好好我會記得 這些都是我 就大家有這個需求上的想要配合的地方 那我都會盡量努力去配合 因為畢竟學習的是大家不是我 所以我很需要這樣子的input 所以還是非常歡迎大家 大家有什麼回應的話可以跟我說 我都可以做修改的 好 Walk是覺醒 覺清 覺醒 Walk Nomad 游牧民族 像以前的什麼成吉思汗 竹水草而居的概念 那個就是Nomad OK 所以在蒙古之類的 grassland那邊這樣 好 So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Structure這個字是結構 所以這個字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Cicada 禪 剛剛講的那個 年中大概夏天左右的時候 一堆禪突然間破土而出 十多年這樣 Spelling Bee Contest 講的是拼字大賽 Cisgender 剛剛講了 花了很長時間講解 就是順行別順這樣子 Guardian是防衛 守衛 護衛 所以英國有個報紙叫衛報 就是Guardian其實 OK Meta是我們今天講的 原宇宙之類的用的是這一個字 Meta Meta就是一個東西內部 然後可能有個不同的變化跟翻轉 我記得我那時候用過一個例子 也是同學一定聽得到的 他們在講英雄聯盟的時候 英雄聯盟這個遊戲 他們說這個角色搭配這個搭配這個 是一個有趣的Meta 所以他們用Meta這個字來說這件事情 好啦 補充到這裡大概也就夠了 那你覺得今年的年度字 你有沒有同意這幾個字 我們中文的年度字 有可能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或許這幾天字典 不是字典 就是各種新聞網站 也會生出我們今年的中文年度字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值得看的東西 值得關切的一個東西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集很無聊 那我也跟你道歉一下 好啦我是Paul 我們明年見 我我有一個字典 我怎麼可以 我不是想說 我給你一隻典 感谢观看